上周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和企业与微信及其母公司腾讯进行交易 该禁令将由美国商务部负责执行 但是禁令措辞宽泛在具体操作上尚未明确 而对此的争论仍在发酵 本周二多家美国公司在电话会上游说白宫 直称封杀微信的行动将削弱其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竞争力 并希望白宫在未来缩小和澄清这个经历 据报道参加电话会的美国公司包括 苹果福特沃尔玛迪斯尼高杰英特尔大都会保险高盛 摩根斯丹利UPS等等 上述公司均为各自行业的翘楚 其中苹果是美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高达1.93万亿美元 沃尔玛宝捷等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 英特尔默克等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 粗略估计上述公司的总市值合计超过3.5万亿美元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下 跨国公司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若禁令落地 无疑会对多家公司的国际业务带来重大冲击 比如因为要禁微信 所以苹果安卓都要下架微信 如果无法使用微信 中国和亚洲的大量用户可能就放弃iPhone了 国内多个论坛发起用户调查 如果苹果商店下架微信 会放弃iPhone还是放弃微信 投票结果是5%的人坚持苹果 95%的人放弃苹果 另外苹果大部分制造工作是在中国进行 这还将影响其全球业务 苹果分析师郭明奇认为 禁令会导致苹果硬件产品 在中国市场出货出现显著萎缩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iPhone 他预计iPhone年出货量将因此下降25%到30% 其他产品如AirPods iPad Apple Watch和Mac 年出货量将减少15%到25% 根据苹果公司第二季度财报 大中华区为其贡献了93.3亿美元的净销售额 占到总净销售额的15.6% 而这一比例在2019和2018年度分别为17%和20% 另外微信囊括了美国的Facebook、WhatsApp、Instagram、Waymo、PayPal等一系列软件才能提供的服务 堪称超级APP 在中国拥有超过10亿用户 耐克、肯德基、星巴克、亚马逊等众多美国大小品牌 都使用微信的小程序来吸引消费者 如果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微信 那么对沃尔玛和星巴克等一批美国公司的伤害 要远远大于对腾讯的打击 除苹果外 传统行业也大受打击 以线下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为例 早在2018年 沃尔玛就公开弃用支付宝 只支持微信支付 所有自助结账全部使用微信渠道 且通过小程序等线上平台引流客源 沃尔玛曾表示 扫码购服务去年占中国的交易比重超过了30% 微信的用户粘性 使得2018年沃尔玛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所有门店中 都放弃了与支付宝的合作 此外沃尔玛还握有腾讯系下 京东的9.77%的股份 这更加将二者深度绑定 微信通过电子支付 已经与中国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形影不离 近期开发的小程序 也关联到几乎所有消费者熟知的 如耐克 肯德基 星巴克 亚马逊等众多美国大小品牌 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 克里格·艾伦称 对于那些不住在中国的人来说 他们不明白 如果美国公司不被允许使用它 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与所有竞争者相比 他们将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而腾讯对禁令的反应似乎比较淡定 腾讯首席战略官James Michael回应称 美国市场占腾讯全球收入的比例不到2% 美国市场贡献的广告收入占比不到1% 腾讯也试图厘清WeChat与其他业务的界限 James Michael表示 行政令是针对具有美国管辖权地区的WeChat业务 不会影响所有美国公司在腾讯投放广告 讨论美国公司在腾讯广告业务中的占比意义不大 腾讯长期在国际市场还投资各种游戏项目 此前腾讯曾收购加州游戏开发公司Riot Games 其作品包括全球大热的英雄联盟 腾讯在其基础上开发出了王者荣耀 此外腾讯还入股美国游戏大厂 暴雪 购入snapchat软件母公司snap12%的股权 以及特斯拉5%的股权 美国华纳音乐1.6%的股权等 随着纳斯达克一路走高 腾讯的投资也获得了丰厚回报 财报显示 因上述公司股价上升产生的收益 约498亿人民币 但是白宫的禁令并未把腾讯 在美国的游戏业务包括在内 所以即便严格执行禁令 对腾讯的伤害也是微乎其微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